主料,小人450克,主料,橄榄油30克,盐漆克,红洋葱63克,胡萝卜20克,大蒜8克,葱花40克,胡椒粉,辣椒粉,淀粉,三星20克,鱼油少量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用了一整颗红色的洋葱,洋葱切成大块, 胡萝卜也切成大块,洋葱,胡萝卜还有大蒜放入食物搅拌器里面,低速打一分钟,一分钟就可以把洋葱,胡萝卜还有大蒜搭成碎末末了,搭好的馅料放入盆中,买来的虾仁,取出一步放虾仁,虾仁用刀切拌切吧,放入食物搅拌器内,打30秒就可以了,搭好的虾仁也放入盆中,放入五香板,Fish sauce, 再放入辣椒粉,葱花切碎,放入葱花,搅拌均匀,再倒入蛋清,继续搅拌,搅拌均匀后,静置两分钟,再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,继续搅拌,这个时候粘度会很大,要搅拌均匀,静置三分钟,馅料就做好了,用勺子舀出来一点点,弄成圆球形状,锅中将水烧开, 大火蒸十分钟就可以了,蒸好后,冷却取出就可以直接吃了,在砂锅中放入草地,烧开,放入做好的鲜虾仁,粉丝和一点点菠菜,开锅后,关火即可,蒸出即可,烹饪技巧,买来的新鲜的虾仁,不用去削鲜,比较方便,根据自己的口味爱好,加一些佐料, 不过,鲜虾仁已经很鲜了,不用加太多的佐料,鲜粉的量要根据做出来的整个馅料的量而定,一点点的加入,然后搅拌,粘度变大,可以成团即可,可以直接在汤头里面放做好的虾球,也可以蒸完后,再放入汤头,这个关系不大,根据自己喜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